大家好,歡迎回到軍公開密 這一節跟大家講一下太空的東西 尤其是我們講一下波音公司 一間叫Starliner 你可以說它是載人的一個太空艙 出了地球回來 原本這件事的設計就正常不過 但誰知道這個Starliner 就真的載了人去了宇宙太空之後 竟然不能回到地球 這件事的余波也未了 主要講到今年6月份的時間 原本將兩個太空人送到國際太空站 按照理大概8天他們就回到地球 誰知道這個Starliner 是不適合把兩個太空人送到地球 因為有安全的問題 整件事都真的令人打了個凸 於是這兩位太空人被迫要滯留在這個太空 整件事聽上去真的比小說 但真的被波音搞出來這件事 究竟這件事如何收拾 以及最重要的是 其實當中發生了什麼問題 以及又令大家在太空安全上 還有更多了關注 所以今天我們和陳博士一起談談 整件事發生了什麼 我們和陳博士談談 陳博士你好 他們三個月都沒有來 甚至如現在這樣預算的話 應該怎麼收拾 他們還要在太空滯留多久呢? 現在剛剛這個星期的新聞就說到 他們會起碼要等到2025年的2月 這樣就要等到國際太空站 每半年一次的補給期 來到的時候才會再把他們接下去 而接下來呢 2025年2月那次的補給任務 就是NASA已經請了這個SpaceX 來幫忙做的了 原本在那次的補給除了物資之外 還有一些人員替換的 還會想著原本是由SpaceX 會再四個人上去這樣 現在就說了 原本是四個人去四個人上去 現在就說要留兩個位置出來 就是說2025年那個2月 就只會派兩個人上去 於是乎再接兩個人 就是會有原本上面的太空站的兩個人下來之外 再有這次Starliner上去滯留 那兩個人就一起下來 就是兩個人去四個人 就是在2025那次 現在已經是決定了 美國太空總署決定是請SpaceX 去接那兩個人回去 就是說這兩個太空人 一男一女 就由波音帶上去 就坐SpaceX下來 就轉機 額外呢 由現在起計 就是由8月計到明年月 又要多坐半年 這件事你聽起來就會覺得 都令波音幾沒有面子 是不是 整件事我覺得是很離譜 因為你可以把那個太空人擺上天 好像不理他那樣 就是有一件事 就是幸好你有個容身之所 叫做國際太空站 如果原本的任務 是一來一回 那就可以回來了 直到就好像以前 我們說的那些穿梭機意外 那就是國際博士 都會是的 那這裡又要解釋一下 就是說 這次為什麼呢 太空總署要做一個決定 就是不會讓那兩個 坐波音 Starliner的太空人 原機去原機 因為發覺那架機 就不太適合載人去飛 那架機自己是可以推進 可以脫走的 但是它能不能夠確保到 坐進去的人可以安全地運回來呢 那麼在這裡就 NASA就沒有辦法去保證 應該說得準確一點就是 波音接著來做那些測試和資料 呈上去給NASA NASA就不接受 不認為這架Starliner 是可以呢 符合一個安全標準 令它可以安全地去載人回來 那所以就寧願就是說 你要回你 就是你的機器 接著來回 然後那兩個人呢 我之後再去跟SpaceXKing 叫他們幫忙接 就是現在這樣的 你發覺呢 這個負責去 在 將低軌道的人員物資 去送上去太空的軌道做補給呢 除了原先是太空總署自己做之外 但是現在 隨著那個 就是 雙用的那些 太空的服務產品 已經是有在那裡了 就是譬如你送衛星入軌道 SpaceX是霸了很多生意的 當然 譬如說美國以外 有其他國家也都去做這些生意 但是純粹一個民營公司去做呢 而且實際上真的佔到這個很大的份額 現在是SpaceX霸了 所以很多其他的商業公司也都加入這個生意的行列 就是如果有些更加早期的 維珍航空去搞一些叫Virgin Galactic那些東西 那頭崩壓裂也是搞到 也都是搞到很多的項目是關了 同時很多其他公司也都加入這個戰團 所以波音呢 也都是想希望呢 能夠發展到自己的一個商用的 或者民營的一個的運輸技術 是將一些東西呢 是人員或者物資送上太空 就是不單止幫人送衛星 甚至乎幫人去接人上落 甚至乎接物資的上落 這樣就令到呢 這個SpaceX就不是完全是 獨佔了這個商業市場 那就是我們一向都看到就是 那個好處就是你一用商業公司呢 那個成本效益可以做得快些 這樣就好像我們一路SpaceX 將一些東西試射呢 寧願爆就爆咯 計過條數我省到錢我就可以由得去 於是乎就可以自己摸到一條 最短成本最低的開發之路這樣走出來 那所以呢 我又會覺得 這次這件事雖然是離譜 就是失敗好像是很不應該的 但是呢 只不過可惜一點就是去到載人的任務 才發現到這個錯誤出來 那就恐怖一點 但是現在呢 都叫做有辦法去補救的 那現在就這樣的一件事就是 原本呢 只是想著上來八天就下去的 那個那對太空人呢 那因為 上到去太空站 已經將個Starliner 拍好了去太空站那裡 然後就發覺呢 就已經是有問題了 就原來就是有一些的推進器 本身 就是應該就是 推進器這個要講仔細一點 是那個主要提供動力 就是將東西推上來的那個 那個推進器呢 是有東西留的 那然後不止 然後就是它呢 修正軌道還有一些小型的推進器 那那些小型推進器呢 就有八個在那裡的 那主要一個大的推進器就是 整件東西將它加速啊 那那些就是有一大個了 但是呢 你還需要其他一些小的 是幫你去扭一下角度啊 調節一下方向啊那些 又有另外那八個比較小型的推進器仔 現在就是無論大型推進器那邊 和那八個小型的推進器那裡 都同時發現問題 那所以呢 就是這件事就麻煩了 這些東西你就不能說呢 自己出去用手下腳去做的 那所以呢 就盡量希望能夠在那個太空倉的環境呢 就是那兩位上去的太空人呢 就希望去做一些測試去排除一些錯誤 看一下可不可以呢 就盡量將一些有失誤的組件就不要用 就用餘下的那個能力呢 那個功能剩下多少呢 就看一下那個功能足不足夠 去將它們餘下完成那個任務 那結果由六月上去一路 一路等到現在八月就已經是 做過很多次的測試 嘗試找個錯誤出來 那就是把那些數據就在那裡找出來了 就交上給NASA了 究竟現在我們的功能剩下多少呢 哪些東西我們知道是有問題的呢 哪些東西我們懷疑有問題 但是不確認它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而有做不到的測試的那些東西呢 就全部交了上給NASA 那所以呢 前後另外額外花多兩個月時間呢 是去做這個的評估 那就是那兩個太空人上去就不是沒有東西做的 就只是在幫忙做測試 下面又有一些新任務 你今天和我做完這些測試 然後將報告出來 那正在這裏呢 就已經拖了兩個月 那接下來你會發覺就是 他們都還沒停下來的 因為現在這件事是未決定哪一天 重新是甩開這個太空站下去 在這一天未來之前呢 盡量有想到的測試都盡量做完它 也都希望能夠就是盡 即是就算它不適合載人回來 但是將它錯誤的位置在哪裡呢 全部出了那些error report 現在就要做這些事情了 嗯 所以如果這樣聽下去呢 還是太空人還是要補飛 就是要做很多不同的測試 去確保這次波音真正出事的事情是怎樣 還有呢 就拿回那個參數 就叫做給回波音 去做一個修改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都有些的位置是 就是仍然是太空人 都是沒有辦法處理得到的 那其實很多的 在他們臨泊過去的時候呢 就是6月的時候發射上去 臨泊到太空站的時候呢 就已經發覺那個主要推進器 也都要有東西洩漏 那那個是有什麼洩漏呢 就是有些叫Helium 害氣的洩漏 那這個又要解一解 而這個洩漏是你不能補的 就是它是這樣的就是這樣的 那這個Helium是在推進裡拿來做什麼呢 那首先呢 你知道它原本呢 那個燃料倉裡面呢 是不停地有一些呢 是可以燃燒的燃料去 就是一開啟的時候你就要噴 是不是 然後關機的時候就關機 它就不會用光的 因為呢 這個這樣的太空船呢 它重要設計都是可以回去的 就是說呢 你離開了太空站之後呢 它還有一些燃料是可以幫它 調整的方向 扭轉軌道 和修正的速度 令它用一個適當的速度 和角度 去回到地球大氣那裡的 那所以它一定是自己本身 都還帶著一些的燃料 而這些燃料呢 它是你要去表現穩定呢 你是需要將它的燃料 塞裡面的燃料是維持了一個 穩定的壓力的範圍之內 於是你就可以 去準確地掌握到它那個推進的力 是不是 而呢 你怎樣維持它裡面的一個 就是 壓力呢 你有時就是 你一邊噴 裡面的壓力會一邊減低 就像一個氣球一樣 越來越縮小 裡面越來越少的時候 它的壓力也越來越低 是 所以你是需要引入一些其他的東西 來幫它加壓 而那些東西本身不是燃料 是純粹幫你撐著它 給它那個力 去那些燃料那裡 令它加壓 那那些要是什麼呢 所以就要選一些 它本身能夠很熬的東西 和化學上是不活躍 它不會和那些燃料有任何化學作用 但是同時間 它也能夠維持一個氣壓力去頂住 將那些燃料頂出去 令到那些燃料室有足夠的壓力去做一個推進 所以就選了害氣這件事 害氣那個的冰點很低的 你壓到它接近絕對零度 它還是氣體來的 就是你要壓到它真的變成液體 你要去到絕對零度高四度而已 那很冷也不會凝結的一件事 另外害氣本身是一個墮性氣體來的 它不會和那些燃料有什麼化學作用的 所以它就成為一個 提供那個為燃料室加壓的一種氣體來的 如果它洩漏的時候 就影響了整個噴射器的表現 那這裡是可以明白的 而同時間這個害氣本身也是用來幫忙做那個 調整方向的八塊小型推進器那裡用的 那它有八塊裡面 現在發現有五塊壞了 那其實就很麻煩了 你一塊半塊壞了你都還頂得住 你實際上你去調節的方向 你可能用四、五塊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輔助 因為有一些方向可能你需要大力一點的時候 那你就需要多加兩塊輔助的 那所以如果八塊變成是壞了一、兩塊 那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已經壞了五塊 基本上這件事情 還有沒有一個很完整的調節方向的能力呢? 這個是成疑問的 所以呢 主要推進器那裡洩漏、害氣 就令它可能在調節的速度那個能力那裡減弱了 另外就是調節方向的能力都減弱了那個時候 那個太空人坐在裡面 調節不適合這兩個東西的時候 隨時一系 就好像打水漂那樣 被一個大氣層彈了回到太空那裡 永遠回不了下來 一不是就是那個角度刺入得太深 於是乎它跟大氣磨擦得太厲害 最後衝下來的速度太厲害 於是乎熱了頭 或者那個速度高了頭 這樣就一下子就衝了下來 或者中途被大氣燒毀了 還不止 到他們拍了進去太空站的時候 再做進一步的測試 就除了發現那個氫氣洩漏之外 也都發現了在那個推進器 有些負責去隔熱絕熱的一些材料 是因為熱漲冷縮的關係 凸了出來就壓不下去 即是有些東西你熱的頭膨脹了 擠了出來 但是呢 到了冷卻回來的時候 它就縮不下去 那這個問題很大了 那個東西是拿來去做一個隔熱的 其實這個東西的情形 有一點點像 當年80年代挑戰者1號穿梭機 那個升空時爆炸的那個情形 也是因為有一個膠圈 它是用來隔著噴射器那個噴嘴的那些膠圈 它不是只是隔著那麼簡單 它還可以加熱的 令到你整件東西去維持一個合理的形狀 以及就是 可以不會因為熱漲冷縮的關係 令到外面的東西 就熱那頭去爛了這樣 那你那個膠圈一移位一不對 那整個東西的傳熱錯了 就是有些熱不應該傳的就傳出去 就很容易有些東西就爛了 爛的時候就爆了 隨時大家例事就會是 就是就會裂了 接著有些不應該爛的東西就爛了 這樣就出事了 所以現在呢 這才是太空總署最擔心的問題所在 連那個隔熱那裡都出了問題 有些東西不回應 你怎麼可以確保那個太空人 坐進去下來下來的時候 它是可以完全是安全地被隔熱呢? 或者就是那個本身載人的瘡 可以安全地維持一個合理的溫度 不會因爲某部份熱漲冷縮 整個東西裂了爆了呢? 所以就是連這件事都確保不了的時候 太空總署就覺得不夠安全了 所以現在你暫時 其實整套東西究竟還有多少問題 現在還未數得完的 而有些問題可能永遠你發現不了 因爲在那個返回的過程之中 有些部份是需要自然被銷毀 脫開了的了 就不會下來讓你驗到的了 現在就是說 你那個倉本身能不能夠安全 雖然它整件東西一見過這樣 這樣背下來的 但是它能不能捱到那個熱呢? 那個隔熱功能能不能夠 合理地保護到的太空人呢? 是誠疑問的 另外就是有一些 它負責下來輔助的組件 有些是會中途銷毀了你都認不到錯 有沒有錯你都不知道 另外就是剛才說了那些推進器 那些問題呢? 就是一堆這樣的事情 就令到 太空總署就覺得 就叫ULA這樣 都很長的歷史的了 也都在SpaceX挖起之前 這個都是 我們講的太空總署 或者很多美國的太空的項目的分析 裡面都是吃光所有的東西 不是太肯定 就是幫了這麼多年吃老本的情況 在這裡 包括安全上面的考慮 是不是都是不足的 聽陳博士這麼說 就是我們韓國人 我們一聽就覺得 這些意外呢 其實應該 就是照道理就算好了數 就是都是一個計數的範疇 但是當然都要做了一個實驗 才知道究竟那條數是錯的 那它之前就做了 是因為那個安全 或者那個準備上 其實那個偏差都 大到有些離譜的 你說很難說 它真的整個研究做得很差 因為你想想 2019年它已經嘗試 不再人這樣飛上去 就是有一些你真的推進上去 又下來的那些參數 它是有經驗的了 其實是 那現在問題就是 為什麼有些是今次才發出來的呢? 那你說純粹我由一個不是太專業 就是不是從事他們的專業 但是叫做知少少在鼓鼓下的人呢? 我自己想的方向就是 會不會其實是有一些隔熱的位置 是之前兩次沒有掉的 今次就在那個位置掉出來呢? 大家看無論是穿梭機也好 還是那些SpaceX升上去也好 一路升上去很多東西會掉出來的 就是外面那些這樣的隔熱磚 很多時候就會掉出來的 那你不掉太多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但有時候可能就是 有個位置就是上次沒有掉到 今次就是掉這塊 但原來掉這塊就是要命的 那會不會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呢? 譬如我們說那個 有個膠圈去熱脹冷縮 今次熱的那一頭 其中一個估算不到的就是 在今次飛行裡面 其中有一個部位 是被加熱到前所未有的一個溫度 於是乎它就抵不住 熱脹冷縮凸了出來 這樣的樣子 它雖然不至於爛 但有些東西就凸得太多出來 這件事可能是真的試到今次才會知道的 那也都是 我想最令波音那邊 那些人覺得挫敗和氣餒 就是不是啊 明明我們之前都應該考慮得很周全 但是為什麼今次都還會是這樣呢? 那所以我覺得他們很希望 是拿到一個更加很真實的數據 來真的看著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覺得怎樣都好 這個是很考驗整個系統工程的一個 一個的時刻來的 那有一些 就是你無論考慮得多周全 可能都總是會有一個可能性 有一些東西你是計算不到的 那現在就好在就是說 你是已經成功地把太空人 帶了上去一個安全的地方 才發現它不再適合飛行 如果不是呢 真是好像它先前穿梭機任務 你不是在泊在太空站上 你是上去之後 你就迫著要下來的時候 就真是拿命薄了 其實就是 是啊 是啊 所以我們就繼續觀察著 這個事件後續的發展 波音最近都不停被人救病的事情 包括之前我們說的 777X 就說 那個試飛的時間 又有裂痕 接著787又有Visible 那個財質有問題 所以就有很多波音這些問題 我們本身都有一節 大家都可以上去看 介紹一下波音的裂痕 究竟在飛機本身 還是在管理層上 好 我們這節的軍公開密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幫忙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幫忙給個like 好 我們就多謝陳博士 我們就在下一次的軍公開密 就和大家再見了 拜拜 拜拜